資料庫工具 不過很多同學一頭霧水 奇怪進到裡面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特別注意 下面還有什麼 顯示所有的設定 因為很多人沒有把他打勾 資料庫那個選項就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你打勾之後 各位就可以看到資料庫的工具 裡面的話有個叫查詢和檢視表設計 應該是不是 應該是 這一個 裡面的話呢會有一個什麼資料庫 和資料表設計工具有沒有 那這邊有個什麼呢 防止儲存 需要重新建立資料表的變更 也就是他這個地方預設是打勾的 請你務必要怎麼樣呢 打勾取消 不然你會發現每次奇怪的做個動作 要變更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變更了 好如果沒有辦法變更你不要刪掉資料 重做浪費時間 所以呢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選項勾起來就好 記得就是從 工具裡面的選項 那選項裡面的話 特別是要下面這地方一定務必要把打勾 下面這個工具 資料工具才會出現 這個地方 然後裡面這個請務必打勾取消 按確定就好了 確定之後呢 之後就不會再提醒了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 這個變更的目的 那做出來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有 編輯跟刪除的功能 可是呢這邊 我們有什麼的查詢 沒有問題 編輯沒有問題 刪除沒有問題 但是 少一個新增 那主要因為 新增的功能呢 在 greview 裡面呢 他 不太方便 所以 通常會在 下一個 下一個是在 7-5的部分呢 我們還會有 下一個 控制項 這個控制項的話 叫 detail detail view 所謂detail view 在那個 7-34頁 這個detail view 就是 detail 等於是詳細內容的一個 view 這個view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 在裡面就可以新增 他會有一個 對應的關係 欄位名稱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 一個格子 一個test box 然後一個欄位名稱 test box 你會分別把它輸入上去之後 按一個確定 這筆資料就新增進去了 所以通常 你在不一樣的需求上面 就會用不一樣的view 不一樣的view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 先練 先試著把這個範例 先試著完成 那等一下後面我們再來看其他的view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